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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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每个地儿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 这是拉伸 我先过来拉一个 哎呦我的 姐带我一个位 我爸之前就踢这个 是吧 哎 错了再来 哎 哎 就是上午 哎 还断他 我不比断他瘦点吗 哎 哎呦 哦 他穿过去了 我也来了 喂 给大家跳一个 哎 给大家跳一个 nice 哎 哎 一下醒了 我太难了 就个松鼠 哦 哦 哦 整个一早上就是一个大健身房 哦呦 看见核心力量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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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话都说到这了 我怎么呢 我得来一个啊 哈哈 五十几步啊 哈哈哈 可以 哥们还可以再退步一点 再出去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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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不行 这每一个都是标准动作啊 你这一早上这么拉多少个啊 这就哎呦 这还能定在这啊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这绝对没有出来啊 看不见女子 不急不急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比我牙子低 各位哥哥姐姐 知道有一位年近九十个摔跤爷爷吗 就那老头儿子 这老爷子可神了 他的对 我在那边 我再找找 嘿 我也热了身了啊 这天堂公园啊 真是个宝藏公园 但是今天 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我是来拜师的 拜师学艺来了 走 你不是他的对手 手刺两扇门 全凭腿迎人 哎呦 来了 我踢的 好 送队的快 哎 背部 走 跟他坐 爷爷爷爷你好 哎 我是海涛 我来拜师来了 看看看看他们 我先看 所有的运动技巧 摔跤都具备 哎呦 哎呀 好 这摔呗 开始你得连那个 走 好 实力耐力爆发力 好 这不就实战 你就是 喷一枪 这上步 上一踢了 走 你来来 走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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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差一对九十 八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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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好 李教练这样我不能总被摔了 我今天必须得摔回来 这都是啥呀 我这一套下来 我摔人应该问题不大 咱们这摔跤呢 它是一个传统文化 叫中国式摔跤 看这 他练摔跤不能摔跤啊 他就练基本功 今天摆着这个 都是传统的 几百年前传下来的 我们老年间那些老人呢 就利用这种传统的功法 提高摔跤的基本素质 每天早八点 是李教练和他的徒弟们 练基本功的时间 但他们用的器械简直不一般 这大棒子小棒子 皮条练的 大杆推桌 这我在我家里 好像也看到这个 床上那个是这个吧 那枕头 这有多重啊 你量量 这个沙袋挺重的 里面这都是 铁沙子 12斤这个 这沙袋是咱们北京的 传统的功法 运动起来就不适应 写着看不准不准 手抓不准不准啊 过来一口 抓去当家 还得要抓一把沙子 第一呢 他不脱手 第二呢 不回手 你没抓沙子 怎么才能抓沙子呢 等到最低点的那个时候抓 对 大根 这有多长 你量量 四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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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展示 北京所有人练的功夫 老年间呢 想要倒大肝 完全有腰力 这就样板了 就要这么满 你看看这个腰力 一般就给自己就轮跑偏了 这走 玩 能站住了 您先感受一下 对 老师你小心点 我怕我伤上你 这孩子 呼 呼 我怎么感觉没劲呢 你看我腰啊 哎呀 你一抖你的腰受不了 李教练每天要练20多种器械 而且样样精通 每一种器械都对他全身的肌肉是一种考验 在抖的过程中 每个都得缠上 爆发力 他会模拟人给你的那个反作用力 哎呀 你说真好 哎 哎 是你 哎 但是动的不少 哎 我打劲 真棒 就飞着劲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学会了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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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速度快点 这还要练水肉都棒 哎呀 最主要的还要练鸡脉弓 它全是胶劲 来了 拥有四两泼尖筋的力量 就把它摔倒 练几年 一台劲 大铁链子 大板砖 12斤的纱带 还有4米长的木棍 对李教练来说 都易如反掌 他还有点肌肉 看着硬 还有点肌肉 可以啊 从医学角度讲 从我们骨科方面来讲 89岁能行走 就已经很厉害了 真是受益您从小练的这个功 第一锻炼身体健身 第二呢 练习这个反应能力 你该扔在什么地方 扔给谁 扔多大的力量 因为你跟人远近不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里面很讲究的 练这个脑力 练这个眼力 所有的人在活动 我都要看 这是养成的习惯 我是职业教练人 一般如果说 没有一路刷这沙包 这会扔两下 我估计明天 我这腰就受不了了 我估计明天 你绑着胳膊 现在是累 明天开始疼 对于我们老年人 平时啊 锻炼养生 运动啊 都有哪些要注意的 这腰非常非常重要 终于骨科讲究 腰是人神的本 为什么叫腰呢 它腰要有问题了 人就寸步难行了 很多老年人认为 岁数大了弯腰驼背是正常现象 但葛教授告诉我们 其实是因为腰部 以及核心肌群 无法支撑导致的 因此要想长寿 不仅要五脏健康 更要练好核心 中老年人加强核心肌群的训练 可以提高平衡力 改善腰背痛 同时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率 那是否有适合我们普通人 锻炼核心肌群的方法呢 这个一个动作 基本上就都练了 这叫穿掌抓空拳 一个是练习腰练腿 还练这个臂力 这一个一个抓 就是你看着好像是抓空拳 实际上你看 出去的时候每个指头 一定要用力 一个是练我们的腰 一个是腿要有劲 这能全都你看这样出去以后 抓这个过程就不容易了 抓以后 这个要心里面有劲 对用力你看穿上去的时候一定用力 所以这个是我们每天必练的 我今天六十八块 每天五六十个病人 原因 除了他从年轻时练就的功夫外 生活中还隐藏着哪些养生秘诀呢 跟我老伴 全是老北京 你们俩都快九十了 我还大生 李教练的老伴和他同岁 都是89岁高龄 说起二老的养生秘诀 要从早上一种特殊的饮品开始 这四样人当中其中有样 其中有样啊 你猜猜 猜我猜不出来 我就尝尝嘛 这个看面相 我熟 因为我啊 我缺钙 牛奶 这个算得深一些 这个算得深一点 嗯 豆浆 接下来这个 那种 那个 嗯 嗯 米汤 目前这三个里面 我可能我会更偏向豆浆一点 你 这个是什么 鸡汤啊 这是上下结构的呀 这个沉淀了 沉淀没关系 我们贺钱摇一摇 我们贺钱摇一摇 对 看 这看着这个 这看着很可口 感觉海盗面还不错 奶奶 你们把它搞过来 这就不对了 吃的什么虫子呀 大蒜 东北大葱 各种我都能吃 就是这个不行 这豆子哪有这味呢 发小 哎呦我天 我感觉有点像李娇天喜欢的 我喜欢喝豆汁 我老伴喜欢喝豆汁 嗨 喝豆汁都会喝豆汁 就买了走 咱排这吧 这有这饮 看着二叔有什么天桥 有豆汁摊啊 我普通家里喝这个嘛 你就拿这么一盆 或者拿一锅 他拿大桶 登登一个两勺子 一勺子说三分年二分年 咱两勺豆汁 辣鲜的丝 也对 就是喝 那酸味就差一点 就好点了 好点了 对 对对 开始就要怕你 你也没喝过喝这么一口 一下带上喝第二口就喝了 这个你看 叫这咸菜汁 嗯 好像还行 这你就开口了 有点意思吧 嘿 真稀啊 吃个鸡蛋 嗯 嗯 嗯 对 什么鸭味啊 这叫爆鸭 嗯 李教练和老伴每天早上喝豆汁 搭配爆鸭 爆鸭从外观上看 和普通煮鸡蛋没什么区别 但味道却有所不同 这是怎么做的呢 哦 就是这样的 哎 这是爆鸭的鸡蛋 这个里头有花椒打料 煮得了呢 这一颗就搁在这里头 就吃的就是这味儿了 每天呢 我们俩一人吃一个 过什么来爆啊 爆鸭 嗯 就一人搁两个以后就吃 嗯 老两口饮食上有两大法宝 第一个法宝就酷爱豆汁 豆汁真的具有养生保健的功效吗 第二大法宝又是什么呢 豆汁啊 它通过整个这花椒过程呢 使得咱们就是吃起来呢 嗯 更好消化吸收 这个是对老人特别好的一点 因为呀 它可以把蛋白质分解成小分子 而且呢 像是咱们熟悉的一些膳食纤维啊 碳水化合物啊 这些东西 它都给它分解了 这样更易消化吸收 说起来豆汁怎么搭配 其实特简单 您呢搭配点新鲜蔬菜 然后来个鸡蛋 再来一个麻酱烧饼 是蛮好的 我妈妈也特别爱吃这爆烟鸡蛋 尽量希望老人家呢 少吃一些 这都属于街道 西直门 西面门 浩然亭 西直门不是 在北京吧 嗯 这所有的门 不是全叫门 前门 前门大街 这样表情还得清楚 这会儿就不能耳化音了 不能耳化音了 不能耳化音了 你哪的我都没门的 得说都没门 门小 对 哎呀这个很智慧啊 语言里面就可以感觉到 那个城门大小了 对 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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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 适合用来夸人 夸人的话应该是局器吧 这是局器 不单大气 而且大气的规矩 这就是张巴烈 还是什么事都管 没人没买 经历旺盛 这东北话 经历旺盛 神叉子 这鸭子 可两个肉 也不神叉子 神叉子 这个呢 都是大口吃 它这里都有馅 这么结实 自来红作为老北京的点心 口感很硬 但为什么会成为老两口的零食呢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 他们身体上有相同的特征 不仅耳朵大 而且都满口真牙 还能嚼残痘呢 那您这是遗传吗 还是真的是跟后天有的 我跟后天 他们的节目都不行 牙都是自己个人啊 我就一个是年轻的时候碰一下 那还是年轻的时候碰一下 碰一下 我现在牙都没毛了 身体是我们职业的本质 你必须得健身 我差一岁90 我自己变短了这么一套 适合我这年龄的健身操 我给你们暂时一下 这房间小点 那我们换个大场地 除了户外运动 李教练在家里也停不下来 满口真牙 离不开一套自创的被动操 我每天起来呢做这套 15分钟 那我跟您一起做啊 顺着 顺着揉 它顺着揉50下 没关系 在揉的过程中呢 你看这俩胯着 就有屁股啊 就是舒服外见比仰外啊 我还听我的这手啊 搁下巴上 搁着鼻子下巴 我吃点点 你别不舍着自己 没事 这在哪里呢 这感觉 它活动牙齿 颜度还脱落 对 它就是有一种被动的运动 我也感觉在这 对对对 我这做这种 已经二十多年了 哦 二十多年了是吧 我感觉我身体啊 尤其像牙齿之类那样 没什么变化 它已经摁到那个里面的牙银子 这个地方了 刺激这个面部肌肉 我脸上活动那个 牙的这个血脉 脑子这个好那啥 我最喜欢这个 说完了 手也热 太热 我在搓子过程中 初来不睁眼 半睁眼 我一般都搓一板 你说你这背部肌肉是什么 他上下午睡觉的时候 我有一个习惯 第一不整整着 第二呢 给腰垫起来 哦 腰就垫起来 您看我现在活着也做了 饿不大 背部肌肉 肌肉有一条就是我 在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了 对吧 哦 就中午睡的时候 用这个方式 我试一下啊 开始可能你睡不着 对 就是 肌肉有一条眼 带完上一点 腰倒是舒服 我之前腰伤过 去到那个中医院的时候 那个老师教了我一个 被动的护腰的方式 其实跟这个感觉有点像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给我拿一个凳子呗 比如说我腰有点酸了 我亲测过 挺好 我把整个人这个旋起来 腰在这 等会不行 这距离太短了 等会 教练 我腿太长了 还是这样 你看 我整个腰悬空了 但是我整个人 顶起来的 从鸡血的角度 我不太可能 但从锻炼那个角度上 是练哪哪长 对 那你练着腰 他的腰肯定就好 教练 你不看 我这 我这 对 我屁股等等的 就有的你想玩过手机 你就玩吧 对吧 你这么玩啊什么的 但是你这个铜肢也是在练腰了 腰块都得僵着呢 得崩立了 我这招还行吗 还成 还成 这个臀得起来 别着地 得背先着地 背着地 不要摔头 胃疼练水胶 先得练这个 爱水 这天 是李教练给海涛上第一堂摔胶课 开始你得练这个 走 练 练 它跟那个测滚翻子还不太很一样 你看 你练一阶我瞎瞎 那这没问题啊 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只学了一个动作 第二天就进了医院 你做钢 不练着 你散着 把这边那一档伤了 职业运动员很少出伤 首先要会倒地 一不会倒地就容易出伤 颈椎小关键车位 他不会不弄 明天长起来 他脖子就动不了了 紧急时刻 阁主任通过按揉一个穴位 帮助海涛扭伤的脖子 缓解疼痛 你再动动看 再转回去 再转回去 再转 再转 哎呀 这个地方太疼了 但是你必须得按 不按它就转不过去 叫肩胛按麦 痙攣了 现在就是 解放肌痙攣 怎么保护颈椎 这如果自己够不到 可以互相之间 点揉两侧的这个 叫肩胛按麦 用手 量到这个部位以后 下来以后 在这个 掌和指之间的这个点 点揉的时候 有感觉吗 这个地方就 点揉的时候呢 同时一边点揉 一边让它颈部 左右旋转 左右动 它就是像 真的就像淤堵了 对 按起来就是那种 特别疼的那种 那种脏疼 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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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 就是肩胰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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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练之前要做一些准备的活动动作 腰部的一些保健怎么去保健 腰眼脉 由轻见重见柔 还有一个呢就是戳腰 从上往下这么戳 这么还戳 还有就是腰部的你看旋转对 旋转运动 这是保护腰的一些动作 此时我们看到 葛主任又拿出一个拍子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拍打呢 因为也有一百多年历史 它这个源于什么呢 源于一斤经 现在咱们是国家籍的非物中化遗产 国家已经承认这个拍打 能治疗一些很多疾病 促进这肌肉的这种生长 促进脂肪的这种消耗 拍打呢 414 369 7星拍 但我们常用的就是7星拍 拍打是一定要7个点 这还挺有节奏 那么过去也有414 打4下停顿一下 那7星拍呢 这可能更适合于治疗 但是它有一种渗透力 按节奏 一个是按节奏 还有按泄露 比如每天可以拍服务 三条线 肚脐盐上三寸下三寸 你这么拍 哦 记得 消耗肚子里面的治疗 走 中国教育独特的特点 两两相对扑到威胜 只要手伏地就算输 它有这交易 这基本上可以抓 首先你要抓它 我只能使办 两个人睡觉呢 斗志斗勇 你不单要勇敢顽强 首先还得有智慧 尤其我们中国人睡觉 既有民族特点 还激发人的斗志 一个民族没有斗志 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有责任传播这个 好 掉一张纸条 我都得感觉 训练后 他就会把家中 里里外外都打扫得一尘不染 除了标炼的房间 老头这屋里 他不让你动 得乱他都不让你动 他找不着 他跟你这分着 我就是搓碗 能干就得干 别依靠人 你用人呢 你就自己就知道 自己淘汰了 不行了 吸人的水 冲厕所 你买的生豆汁啊 生豆汁 生豆汁 后脖子啊 哎呦 这有劲呢 每天从天堂公园健身回来 李教练都要用一条毛巾搓个澡 以他独有的方式按摩全身进行放松 五十下 是整个摔跤的这个一招一式 每个动作都有名称 这个是属于直接给他掀翻 这叫抹拨脚 这个是脚那个BART一下 给他摞下去 脱卧 一下给人忧会去 摔摔 把他给他自己给他脱起来 我年轻时候好动 就练水招 经济系 没人赢得了我 我参战两次全会 第二次全会 就我得加烂了 这人呢不管干哪行哪业 都得干一行干 我不是口号 我说从小从心里来的 他这脑子里没别人啊 没有家就是摔跤 十几岁就在外面 不是有那么几话吗 男主外啊 就是家里大事小事 哪个风促 都会男主管 你要说这喝焦了 吃饭都想办 吃没有 吃饭了没有 我说你问谁呢 就是焦吃 就是人家的 王奶奶焦吃 奶奶有怨言不 能不怨言 要说呀 我跟你说 就这几天几宿也说不 弹气摔跤 李教练滔滔不绝 老班王奶奶也是倒不完的苦水 我三个孩子临时发烧出疹子 连炒菜都不能炒菜都吗 我都是自个儿来啊 六年四个 一手都得给待下来 老两口接手走过了年 这让我们不禁好奇 他们的相处知道 究竟是怎样的 家里的从年轻时候不小心 年轻时候有我老伴 等我说大了 我这一大帮姑娘 这心事我都不会洗 咱北京人呢 这饮食结构 就荤醋搭配 粗细搭配 我是尽管吃 不管做 不会做 李教练和老伴 每天的饮食都很简单 但几乎顿顿都离不开 他们的第二样法宝 那就是玉米面 离不开这个什么 离不开吗 吃这个杆味也 多种多样 葫芦在这盆里头 就这么摇翻家盆里 那这是目的是什么 死事了 王奶奶可以用玉米面做出各种花样吃法 他决定给李教练做他爱吃的窝头 还愿意吃窝头 这是黄豆面 王室用玉米面和黄豆面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神秘配料 闻闻这是啥呀 这就是麦夫肠 麦夫肠 这是蒸窝头的料 拿着搁这里的蒸窝头 它就宣诚啊 奶奶属于毒素心菜 汽水喝的 海桃来了 别紧着说粗了 紧着说它就发磁事了 有一窟窿 行行 你这整个捏的事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试过 来一个来一个 我这第一次弄 你看这回我来一个 来了啊 看我的手一拉 你洗手吗 刚洗完 你接着它散了 它连瞧着我都没瞧 但是能给它搁的 这是一手呀 哎 这瓶里强吗 你不能说墙子 反正大家差不多 其实 你这个就很圆 咕噜噜噜 我们这弄的全是有手指头印 我老做你们 都老做 搁的上就无措了 这真好看 奶奶这样 我一会儿见识你这个小秘诀 我做一道菜 奶奶尝尝我的手艺 好嘞 海涛也要露一手 用玉米面做一道 他平时常吃的减肥餐 这究竟是什么呢 来家做饭吗 做什么饭 看着啊 鼓励多鼓励 欢迎大家又来到了杜鹃花小食堂 我们是准备一个菠菜 菠菜就是这么一大把 然后再加上这个玉米粉100克 白面100克 花椒粉 这个是五香粉 鸡蛋三个 放在里面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道菜的灵魂 就是奶奶的这个秘诀 我也放点 剩下就是搅拌啊 搅拌 这个菜其实是我也是在电视上学的 我觉得它的名字特别好 叫巴了 为了让它的这个营养均衡 我们加点黑芝麻 这个现在里面就所有的营养都有了 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吧就是吃快 什么东西快 然后什么东西简单 什么东西好弄 什么东西对身体有营养 我们就快速的就弄哪个 媳妇也还爱吃 真没给它做 我下次给它做个尝尝 它一吃大油的什么的 它就心里面有负担 是啊 但这种就没事 就发胖了 对 瞧了 尝尝啊 这条热了个饼 睡着了 睡了 天堂回来就是这样 你吃不吃啊 吃不 叫巴拉巴拉 大眼睛 小肚 嘿 漂亮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想瘦身 一定不是饿出来的 你把你的代谢的给拉起来 你代谢一滴你啥都不行 你看其实像这么做一顿的话 就饱饱的可以吃一顿 蜂味独特 料也不少 它就是这个 你没这咸的味 花椒粉 五香粉 黑芝麻 你要个人员呢 它就体验出那佐料味 做饭就是每次优化的 每次优化的 除了玉米面 它还加了点豆面 豆子中含有的氨基酸的配比 和一般精细米面的氨基酸配比 正好是一个互补作用 这些老人 咱们的胃肠功能不太好 要吃的时候缓慢加入 一般一两个礼拜适应了 然后再稍微再加一点 粗细搭配的比例呢 是两份细凉 一份粗凉 一下今天全换成粗凉了 那也不成 李教练和老伴饮食习惯相同 除了爱吃粗凉 还有一个相同的喝水习惯 我们平常就喝着沫着花茶 我跟郭老伴 我们都是北京人 就早晨起来又喝啥就习惯 起来就开涮了 平常呢 我们也是这茶 也不喝白水 就是习惯 你一走道逛灯 逛灯 快逛 逛灯 咱怎么两个杯子呢 我们俩喝得不一样 每天当期 它介绍了 我这也是早的 你看我们这 李教练喝得要淡 北京土语 这茶浓 浓叫燕 那如果喝太浓了会怎么样呢 暈呢 我曾经就用过茶 这一味的 可以这么说 我是后台 就整个儿 真正在看 我完完全全的后勤保障 拧当裤子 一针一针撩这拔刀缝 它怎么样它都撕不了 我那人手上都是匠子 一针一针的缝缝 糊了糊了糊了 过得一辈子七十多年了 原来 娇吃爷爷的背后 一直有老伴的支持 老两口也磨合出了一套 自己的夫妻相处之道 年轻的老三老三家 这我们也有时候来的 这少过一句 不让人家接红听 太害羊男的 少年夫妻了 到这段我们才体会到 家和观日清了 走 走 走 检验你自己的 这几天的重建 对 这就对了 在今天必须得杀毁了 打 这样 在今天必须得杀毁了 打 好 这样好 这人呢不管干哪行哪些 干一行爱一行 我说从小 从心里来的 一个民族 没有斗志 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有责任传播这个 和李教练相处的这些天 不仅是被他强悍的体力震撼 更多的是被他执着的精神感动 他打心里热爱中国式摔跤 热爱了一辈子 而奶奶 在嘴上总是埋怨他 但从行动上却始终支持着他 陪伴着他 我想 这就是他们夫妻俩的 长寿